基于上述原因,我准备在近期的动态中抽出至少6份的边境标准版游戏送给诸位 个人自费购买,绝非厂商赠送,钱虽少,但表达一个态度 可不管怎样,那句压在我心底里的话,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口 大家好,我是吞牛老师,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在长达7年近2500多天的漫长等待后 纽约刀工的士终于将边境从幕后放到了台前 他们宣布游戏将于本月13号正式登陆Steam平台 当你看到这期评测的时候,游戏大概率已经开卖了吧 很荣幸,在发售前我就得到了制作组的邀请 参与了边境的内测,能得到圈内人的肯定,绝对让人开心和自豪 然而基于内测的实际体验,我必须要说 本作给我的感受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 特别声明一下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 如果非要形容下这份感觉的话,无外乎八个字 喜忧参半,一言难尽 至于期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今天我们就按照优缺点的叙事逻辑,为大家一探究竟 刚进游戏不久,我就被边境的优化秀了一脸 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曾多次提到过,自己的电脑配置在互联网人均4090的大环境下 属于极其一般的水准 不过i7-9700F加2070S的组合 而且伴随购买时间的不断增长,面对大部分游戏更是显得有心无力 然而于边境中,这台老电脑却可以在2K高画质的状态下将帧数稳定于90帧 甚至是110帧左右 更夸张的是,纵然我再贪心一点把分辨率调至4K 关闭光率的情况下,帧数也能维持在55到60帧 有一说一,我不太敢将边境的表现称之为神优化 毕竟托尼老师无法收集到所有人的配置数据 可单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再联系到其他收到内侧资格的up主的反馈来看 基本可以判断,游戏的优化还是相当到位的,诸位大可放心 要知道近些年来,优化翻车的作品多如牛毛 不少三叶游戏也是阴沟里翻船 与此同时,优化又是国产游戏一个普遍的弱象 边境竟能有如此表现,值得一个大大的夸赞 更让我惊讶,严格来说应该是欣喜的是 游戏中枪械的手感还非常不错 无论剑鼠还是手柄,都能做到顺滑移动和瞄准 多说一嘴,关于游戏里使用手柄的问题 我会在下面的内容中重点提及一下 后座力符合预期,尤其是换弹动作更是可以用迷人二字来形容 使用过的弹侠漂浮在我眼前的那个镜头 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试玩时,我还会反复换弹,特意欣赏下这个画面 负责任的说,边境的手感在国产FPS里绝对位列塔零梯队 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 抛开以上两个优点,本作还有一个长处不容忽视 那就是它的选敌 诚然太空无重力战争这个切入点算不上绝无仅有 譬如高大游戏就时常会出现类似的场景 可深入研究又不难发现 边境对于XYZ三个空间轴,尤其是Z轴的利用 相较同类型游戏显然更为彻底和精髓 全方位阶底360度旋转设计的体验的确新鲜 饶我玩这么多件游戏,边境的这份体验仍旧称得上独到 尤其难能可贵,也是我重点想说的 在抄袭如此泛滥,一个模板成功 千万个厂商追着致敬的国产游戏圈子里 柳叶刀工作室的选择还是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坚持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基于上述原因,我准备在近期的动态中 抽出至少6份的边境标准版游戏送给诸位 个人自费购买,绝非厂商赠送 钱虽少,但表达一个态度 可不管怎样,那句压在我心底里的话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口 边境优点很多,整体看起来也颇为精致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可玩性却总是觉得 差了一口气提不起来 通俗来说,腻得非常快 形容的再明白一点,游戏玩的后期 我甚至有了一种想要修习佛法的冲动 彼时内心之平静达到了一种近乎要入定的状态 边境也是近十年以来 我唯一一次玩FPS游戏 心跳不加快,血压不升高,输赢没感觉 连肾上腺素都不怎么分泌的作品 不可否认,边境很出众 可惜缺陷同样不少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我将按照从前显到复杂的顺序 依次给大家捋一捋 首先,边境对于细节的处理实在有待加强 组队时还经常会出现枪都打上了 同组的某位队员却始终显示正在等待 无法跟进队局 必须退游重启的情况 多说一嘴,该现象几乎是轮流在我和队友们的身上上演 内测时游戏的服务器也谈不上稳定 时不时就要求玩家断线重连 另外由于某些原因 尽管边境是款地道的国产游戏 然而还是需要玩家使用加速器 防能保证网络的稳定 不由得让人感慨 观战视角令人无语 在死亡便无法复活的轨道肃清模式中 队友的镜头说粗粗点 仿佛是菊花里伸出了一个枪管 所谓屁股看人有眼无珠大抵就是这么个情况 中途卡死的bug 个人估算大约每1至1.5个小时便会出发一次 无法自行恢复 至少我没成功过 最终依旧只能重启 按照行文的一般逻辑 讲到此处我本该发表些看法 不能纯粹的摆事实 不过考虑到边境的特殊性 我想过会儿再一并评论 具体原因 相信我说完第二大点后 屏幕前的你一定能够心领神会 其次游戏的可玩内容极为贫瘠 对我用了贫瘠两次 游戏中可供使用的干员仅有6名 能够装备的主武器不满13把 枪降系统允许玩家对枪械的枪口 枪管握把弹匣等总共7处进行自主配装 貌似自由度很大 但实际能更换的配件其实少得可怜 多的诸如瞄准镜 不过7个 少如主手 也就两个配件来回对调 地图9张 仅从数量而言中规中矩 然而体验下来大多毫无特色缺少记忆点 尤其也仅有打造逻辑类似COD码头和CS雪地的星球卸货场 以及另一张围绕着太空卫星主打近距离交火的两张地图 个人体验最好 其余地图交战距离都被拉得很长 加之游戏的武器平衡稍显不足 一枪就能致命的狙击枪 以及战尽优势的半自动步枪 都成了玩家们的不二之选 人均太空老六 实话是说 倘若是其他游戏 以上提到的很多缺点 我都可以视而不见 但正如视频开头所说 从边境首次亮相到上线销售 中间隔了整整七年 有些人从高中等到了大学毕业 有些人从大学毕业等到了结婚生子 我不想理会你们什么柳一刀工作室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是否发生了所谓的内斗和项目重启 这真不是我一个小小up主该关心的事 我只知道你们绝对拥有足够的时间 去精心打磨这款作品 然而呈现在我面前的边境 单说其游戏体量就显得颇为寒酸 故而在之前的动态中 我就明确表态 即便游戏标准版只卖68块钱 我也很难推荐他人首发 这个朋友我们可以等后续内容多了再交吧 话没说完 最后关于游戏创作的主思路 边境展现在我面前的是 既要带有太空战争的硬核 又不失FPS特有的爽快 恕我直言 这种既要又要的套路 通常带不来什么好结果 本质上是因为该想法 对于制作组的要求非常高 两者兼顾一旦处理不好 就会出现天平失衡 风格混乱的情况 边境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为贴合宇宙家偏真实的主题 子弹射出去的音效都是闷闷的 平心而论 我没有把它视作缺点 适应下就好了 我真正无法理解的是 制作组对于击杀反馈音效 和背景音乐的处理 前者是刺耳 而不是悦耳 那种像是打在不锈钢脸盆上的声音 大大削弱了击杀敌人带给我的快感 之前我在总结自己为什么 乐死不疲地打了近两千小时的战地一时 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条就是 战地一那钉的一声太让人痛快了 前者不理想 后者则干脆是一点都没有 大部分时间宇宙中除了自己的呼吸声 什么也听不到 我知道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指出 很喜欢这种安静的状态 坦诚的说个人喜好无可厚非 只是从实际体验的层面来看 在游戏开场 比分胶着 以及最终对局结束的冲刺阶段 系统提示音少得可怜 背景音乐完全消失的状态 根本无法将人的情绪带动起来 讲一点糙的话 输赢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讲道理纵然是硬核游戏吧 赢下比赛后也好歹会放个音乐 给玩家庆祝下吧 边境则是响了那么一声 然后显示比分 接着送上一段尴尬 偶尔还带穿模的MVP展示 该真实的时候吧 他给你玩虚拟 该让玩家爽的时候吧 他又给你搞真实和硬核 很容易就两头不讨好 也正是由于边境 对于玩家情绪处理的不到位 我才进入到了打射击游戏 竟然不背不洗的奇葩状态 后来我直接放着歌打边境 确实提起了点兴致 然后无奈的发现 歌曲的声音又必定会盖过 敌人近身时的音效提示 重点说一下 那个音效是有方向性的 不放歌吧 我又忍不住想睡觉 打的那叫一个困难 个人提议 要么走纯粹的硬核路线 要么干脆太空CF宇宙COD 这样制作者的方向明确 前进的阻力也小 归根究底 在游戏制作理念和技术上 我们国产设计游戏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要正是差距 也不能妄自菲薄 别着急慢慢来 好像不对 对边境我已经不能再说慢慢来了 那换个未来可期吧 其中深意 懂的都懂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写的比较多 不知诸位有没有看到最后 喜欢的话记得三连加关注 我是托尼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